在上个周末的时候 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医生和患者的照片 被po在了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这一位整形外科医生 他发了一张与切除健康胸部的小女孩的合影 这个整形外科医生 名字我不会念 Cit Bar什么的 那这位医生呢 他是专门从事变性手术的医生 这一次他与患者术后合影的曝光 他是发在Instagram上面 那他在这个下面就写道说 看那个微笑 恭喜你 对 他在恭喜一个健康的女孩 切除了他健康的器官 然后还是他亲手给切除的 一个年轻的女孩 完全失去所有的基本常识 被学校 被网络 被社会洗脑 然后开始讨厌自己的身体 认为只有消除他身上女性的部分 他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他才是感觉到快乐的 他才是会被人关注的 而这个医生呢 不仅仅只发过了这一个骇人听闻的照片 他曾经发了一条社交媒体说 我才发现 原来我下个礼拜只能切掉四个胸部 然后后面放上了一个哭的表情 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有这样邪恶的人 有可乘之机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 在意公立学校里面的教育 也没有好好的 父亲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 也没有好好的 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也没有好好的 把圣经真理 交给我们自己的小孩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活动里面呢 我跟Eason就碰见了一个 我们南加州这边 罗兰港校董会 寻求连任的一个人 她现在就已经在罗兰港的校董会里面 这次是她连任的竞选 这个人呢 是一个非洲裔的女人 她看到我们之后 就很开心地告诉我们说 她现在在参加校董会的竞选 但是她这个职位呢 她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的 只有她一个人报名 所以她就可以轻松地获得连任 那因为当天呢 是一个保守派的聚会 所以我们当时就自然而然地认为 这个人是一个注重教育道德 甚至很有可能是基督徒的一个保守派 但是在我们知道她是校董会成员 而且这次在寻求连任 而且没有任何对手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问了她几个问题 但是她回答的答案呢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那个时候就才发现说 哦 原来来到保守派聚会的人 不一定只有保守派 我们当时就问她说 你对于现在学校里面的性教育 以及这些变性同性的这些教育 有没有什么看法 她说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我一听到这个答案呢 我心就凉了 然后我又问她说 那你支持儿童变性吗 她的回答还是同样的 说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那我们又问她 说如果一个男孩 他想要变成一个女孩 他跟学校说 他想要打针 想要切除器官 那学校会怎么做呢 她说学校会提供方法来帮助 我说是提供哪一种方法来帮助 你是帮助她要切除器官 还是帮助她寻找心理辅导 告诉她说 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她就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她只是说我们会提供帮助 那我又问她说 如果Ethan 这个人站在这里 她说她要当女孩 让你管她叫丽丽 你叫吗 她说叫啊 那我又问她说 你认为这属不属于 心理疾病的范畴呢 她说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这样的人 就在我们的校董会里面 这样的人 就在我们身边的校董会里面 这样的人 就在我们孩子学区的校董会里面 很多时候 这种信息 我们其实是很难掌握的 这个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关注 我们才不会有盲点 我相信在罗兰港的校区 如果真的有家长 在意孩子教育的话 那么这个人 他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他一定会有对手出现 如果真的有家长 在意孩子教育的话 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会赢得连任 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还没有在家教育 还是在学校上学的话 那家长一定要去了解 学校的老师 以及校区的校董会成员 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爆料 欢迎给我们发邮件联络 contact us at ainews at gmail.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